請問一次試試看 新台幣一直在棄 中央一個月的新台幣換美金的費率 當中央銀行棄收30塊的收拔價 最好是棄3點空1格 29點8塊換1塊美金 也剩下13年來的收拔新冠價 中央銀行中有放手 當月盤組織新台幣所秀 收拔價正式先負30塊台幣 收在29點半 生代三個月 剩下13年來的新冠 新台幣對美金費率 新台幣外長出現在立頭 實在今年12月14日 這幾次在熱錢大量 進入台灣的這幾天 還沒辦法企業壓力很大 以代表新台不然可以減少 通貨配充壓力 想要出國省的民眾也能夠開合 台幣很強 就帶了台幣去國外消費 消費把這個壓力的釋放出去 那這是一方面增加國民的福利 一方面可以宣揚國威 你看像台灣的經濟實力 真是一直往上走 這也是一個很正面的一個做法 儘管台幣生代對 厚責通貨配充有一定的幫助 不過對出口上可能比較不理 有些公司可能透過 票欠來同價積極 不過不一定每一公司才能適用 比到台幣 市面市區比較少 以下利潤比較少 中小企業 本土的產業 外銷的產業來講 他就必須要小心 就是說你現在報價 可能要比以前增加10% 或者增加15% 來轉幣轉價這個風險 哈佳表示台幣生代是大出生 不過中央文行 哭入今年在你出口上 結算需要 所以無法讓台幣 帶好生代影響結效 未新年是年 中央文行不再堅持 要由市長記者來決定 在這裏總會報道